王子盛 海儿啊 你是我的儿子 却继承不了我的爵位 是你没有福气啊 这都是你的过错 别怪这个孩子没有福气 取名了吗 他的母亲十月怀胎 难道这段日子里 你连个名字 都没帮孩子想过 有 有 草香 香柱的香 香 草香 平衡侯到了你这一带 已经名声日下 你想他去相助谁呀 夫人 你是女中豪杰 胸怀抱负 打从你嫁给我那一刻起 我便下定决心 与你一起光耀门美 可惜 本府不才 忧心无力 如今有幸得此 我只好希望她能助公主 得偿所愿 得尊荣 得功勋 香 四日赞赞相在 四日赞赞 相夫人在 你说的话 总是那么好听 不认识 当初你对我说 有我一人 足矣 久无身孕 霸矣 你这番话 让我一直 都以为自己 很幸福 原来 公主 那些都是我的真心话 不认识 我从没有 嫌弃过公主 无所处 我 我只恨自己 无德无才 又不能光宗耀作 知万我 香儿 是我唯一的希望 求公主成全 你说得到轻巧 你以为 我成全就可以了吗 你要她 承袭爵位 皇亲将相 必定议论纷纷 你让我这个公主 颜面何存 你觉得 皇上会允许吗 两位太后 会允许吗 可公啊这天下 容不下香儿 皇亲 父亲 女儿 婿儿 父亲 生成 父亲 楼手 伤ing 龄宝 龄宝 王家 祢哥 妈 staying 主亲 什么都别怕 有母亲在 什么事都要母亲待着 公主 我对不起你 公主 我曹石得欺若此 从今已告 只祈求公主能长领安靠 我曹石哪怕折兽 也在所不惜 不 这孩子不能留 择日废局 请她与那孩子遣送赛未 不可以 这是母后的意思 不管曹石做了什么 萧儿如今已经进府 她是无辜的 朕不能让姐姐受此委屈 朕想要回那个心高气傲 大气凛凛的平阳公主 如今何在 陛下 酒已经煮好了 陛下尝尝吧 这酒闻着有点酸苦 朕不想喝 陛下 一点酸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且陛下刚才说了这么多话 肯定口渴了吧 饮些酒解解渴吧 这种酸苦之味 朕就是不愿让姐姐白受 陛下 这酒出肠虽酸苦 但细品起来却香甜 且这酒 如不同的人 会品出不同的味道 陛下何不听听 公主是怎样说 不就是爱夫情妾 甚至爱乌集乌 宁愿委屈自己 就为了包拥那两父子 姐姐你知不知道 母后与朕有多心疼你 朕从小 就忠心尊敬姐姐 姐姐出嫁 朕多希望姐姐有个好归宿 多年来 曹氏无功无忌 但看她一心一意对姐姐好 朕也乐意给她面子 让她疯狂 但谁知她不但不感恩 还在外面 姐姐自然明白陛下的苦心 只是 我想姐姐也有她的苦衷 不 弟弟疼惜姐姐 姐姐知道 可姐姐的心 你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这些年来 我已知我所处 你知不知道 我心里有多急 她当然也不好受 但是她从来没有怨过我半局 哪怕是只言片语 她敢 陛下 问题就在这里 既然我是她妻子 为何她有苦难不跟我说 就因为我是公主 正如你所说 心高气傲 大气凛凛 她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君侯 就只有人前人后 忍让我 这一种酒味 她饮了多年了 陛下 你何不再尝尝 子夫讲得对 我 出场 酸苦 细贫 却香甜 曹石这次 的确是做了错事 带回了香儿 确实叫人难受 可却正因为如此 我终于 可以尝到当母亲的滋味 陛下 陛下不是曾经说过 腹中这孩子 比金玉珍宝都金贵 比指挥驹马的虎符 更有力量 何不以期待奴婢 腹中孩子的心情 体会公主 想做母亲的感受 为人父母的滋味 确实拥有天下的尊荣 也无法取代 可那些风言风语 姐姐能忍受吗 我受得起尊重 也就经得起闲言 陛下 既然公主都这么说 你就答应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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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